摸那個梁柱 有沒有 家裡一定都會有那一根梁柱對不對 她從國小 她從國小六年級開始 我就叫她玩這個運動 我說妳回來 因為留學六年級她絕對摸不到 這麼高 這麼高 結果摸到後來她說 我說妳趕快去跳梁 跳什麼梁都摸得到 妳叫我跳什麼梁 那我怎麼辦 我根本跳了半天我也摸不到 叫我女人要摸到 不是 我很喜歡玩一個遊戲 就是小孩子從三歲四歲 妳就可以開始跟她玩 所以玩就是門檻有沒有 我都用橡皮筋量一下 讓她摸橡皮筋 摸到 她好像可以摸得到 做個紀錄 今天幾月幾號在哪裡 然後再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再調高一點點 就讓她去摸 她以後這個紀錄留下來 很有成就感 她到後來說 回去看我幾年幾月 摸到這裡 摸到這裡 摸到兩 摸到兩再越來越高再摸 所以那個就是一個紀錄 也是一個激發她去玩這個遊戲 她很快樂 每天去摸得好快樂 而且看越來越高 她也很有成就感 我跟錢老師的方法一模一樣 我稍微示範一下 我在門桌 我就坐給小朋友看 我說來 跟叔叔坐 我們就說放輕鬆 膝蓋要放輕鬆 膝蓋絕對不能僵硬 膝蓋要有彈簧的 先蹲下再彈起來 蹲下彈起來 對 這樣子蹲下 蹲下彈起來 跟我們做人的道理一樣 先蹲下再彈起來 每天像錢老師一樣 畫一個刻度 這樣每天跳當中 小朋友下完課 你就要跳個從二十下 三十下一直往上去 多跳幾次 它強調是 是有規律的 有這種有節奏的 蹲下彈起來 蹲下彈起來 你就發現像錢老師講 越來越高 像對我們的腳底的伸長 腳底的刺激 終於叫腎筋 是很有幫助的 她對她精神 她覺得她白天上課的體力 考試壓力 她覺得得到緩解 對她的腳底板 我們這個叫 我剛才跟月娥講 對 所以要多按摩 這個可以長高是不是 對 一直能夠刺激我們的腳底板 這個腳底的勇拳穴 第二個對我們的膝蓋 的伸長板也是一個 所以勇拳穴是中 腳趾的大拇指跟第二指的 這個骨縫 骨縫下來 這邊有一塊肉 我們可以摸自己的這個 小指頭 這邊有一塊大大的肉 在這下面 不是正中間 很多人會以為是在 腳底的正中間 是不是 對 特別強調 它不是在正中間 一般大家會按到這裡 是 會按到這裡 給它腳底按摩 一般它都會按你這裡 事實上勇拳穴是在這裡 這是聖經的第一條穴道 第一個穴道 接下來我們要請這個治療師 來做一些動作 有哪一些的動作 是適合在發育期的小朋友 多做可以幫助他們長高的 我會建議 一個是牆壁來做 蹬鼓蹬鼓 轉鼓有沒有 一個是往旁邊轉 後面放著牆壁有沒有 然後腳不要動 然後轉過來摸到牆壁 轉過來摸到牆壁 這是一個轉 這個簡單 那要半蹲嗎 要蹲嗎 對 因為膝蓋放鬆 有點半蹲 然後後面是牆壁 然後往後摸到牆壁回來 摸到牆壁回來 這個是一個向旁轉 另外一個是向後轉 不過這個媽媽要小心 媽媽不要 爸爸媽媽小心一點 小孩子你可以在那靠著牆壁 然後往後摸牆壁 有沒有 然後往後摸牆壁 摸到牆壁以後 可以慢慢往下 回來 再摸到牆壁 這個能轉滾有沒有 你都不用牆壁了 這樣 不要 加油 就是慢慢讓它摸牆壁 因為它摸著牆壁 慢慢往下 我還想讓你跳零多五 你可以到多低 我 不過這個錯誤示範 你們要小心一點 這個往下的話 這是四張 四張有沒有 但是就是 沿著牆壁慢慢下去 這是登滾 向旁邊轉 向後面轉 那還更重要一個叫做 立定 我們剛剛說立定跳演對不對 對 往上伸展 下去 往上伸展 往上跳 跳好高 這樣往上跳 就是蹲下去以後 往上跳 但是這個是要 垂直上下跳 是 另外一個是 可以左右跳 左右跳的時候 要往旁邊伸展 真的 好靈活 太靈活了 有沒有 往旁邊伸展 就是你可以左右跳 剛剛講說 怕樓下抗議對不對 對 輕輕的就好 輕輕的跳 有沒有 試腳跳也沒關係 也可以 不過最好能夠有地毯 或者瑜伽墊 然後試腳 它吸震好一點 是 輕輕的跳 再一個 往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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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如果你從小就這樣跳的話 現在不得了 你從小如果從小學就這樣跳的話 那真的是一定要199 哪有靈書好 小時候不只有你的經驗 小時候營養比較不好 是啦 因為鄉下 小孩子是跟他遊戲 是 你跟他遊戲 對 我也蠻喘的 瓜哥 你知道 我也蠻喘的 不過我們以前小時候就矮 打籃球的時候還可以摸籃框 還可以摸籃框 他跳躍的那個力道 其實還滿高的 這也很好 基本上就是鼓勵他 小孩子如果摸不到門框 用橡皮筋 對 剛剛那是很好的方法 摸橡皮筋 好 謝謝 謝謝 很多爸媽在家裡 可以跟孩子一起做 孩子可以越做越長高 我們越做越健康 是最好的 來 我們來看到下一個迷思是 矮父親生不出高子女嗎 錯 錯 我基本上是一個很高的女兒 是不是 他一個很可愛的女兒這樣 是 而且你看喔 有很多爸媽個頭是不高的 可是小孩子個頭很高 例如像是 無念真導演 對 他兒子有夠高180 好像187 也當導演 可是那個舞蹈 他跟他老婆其實都 不高 真的很不高 對 不算高 不算高啦 不算高 所以小孩子也這麼高 其實很多這樣的例子 那 基因當然也是有影響對不對 最大的影響就是基因遺傳 那當然每個家庭 他還是這個 子女的高低還是不一樣 為什麼 當然還是有基因那一塊 還有在後天的這個生活作息 營養均衡 運動 運動很重要 還有就是食物 還有壓力 這些都是跟發育有關係的 是 而且現在真的是 物質條件越來越好 那大家得吃的都很營養 我覺得最缺的是運動 還有睡眠 睡眠 因為我們長高 其實是在睡覺的時候 會分泌一種 好嗎 那個時候小朋友 不睡覺的話 你就長不高喔 而且睡眠 我不是說只是睡眠 有些小孩睡下去有沒有 冰來冰起來 冰什麼你知道嗎 對 他就一直沒有辦法 一覺到天亮 很好的睡覺 那我們所謂講到 是一個很好的睡眠品質 你可以幫他把燈關起來 不要讓他開著燈去睡覺 或者是說讓他盡量 避免3C的東西睡覺 以為小朋友睡覺起來 在玩他的手機 對 那這些東西 其實對他的睡眠 都會造成影響 只要能深睡 保證你可以長得非常好 是 對 不過有的愛父母 你說 不然不是壞點 不是事情 對嘛 是沒有栽培 不行的 是沒有栽培 而且沒那個環境 也許他爸爸媽媽 有那個升高的基因 但是沒有 後天環境沒有把它誘發出來 所以他沒有激發 等到下一代 營養好 環境跟後面搭配得好 他就表現出來了 是 所以轉股就是 長高的萬靈藥嗎 羅醫師 這個絕對不是這樣的 剛才提到說 你第一個重點原則就是說 你轉股的時間一定要對 一定要在這個青少年 就是說第二性徵 初經來之後 有這個聲音有變 我們剛才開始 老師有提到的 再來就是說 這些轉股一定是順勢而為 就是你不一定要去吃一些補品 或者是一些高熱量的 中藥材都是補四五八針十全 這些都是太溫補的藥 基本上很多都不適合 很多小女生也一樣 他來吃四五湯 光一個簡簡單單的四五湯 或者是去一些便利商店買的 這些中層藥 事實上就容易到 它的荷爾蒙的失調了 所以要特別注意 他就要經過醫生 不要自己去藥房去抓了藥 或是偏方 其實那都不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一些保健的方法 而且婆婆媽媽 很多是會吃好到燙補 對 我這隻小孩吃醬 給你吃看看 就是體質是不是一樣 有時候我們常常不知道 我在掛補錦 不知道是掛補錦算誰的 對 好多這種處方法 所以接下來這個報導 要跟觀眾朋友分享的是 有的人轉股 轉到最後試得其反 什麼狀況我們來看一下 市面上有各種長高的偏方 這裡頭藏著你不知道的位置 在台灣也有十六歲的少年 吃了轉股的中藥配方 結果吃到了劇毒性的成分 就是這個叫做父子的藥材 最後中毒昏迷 想盡辦法要長高的人 不管是尋求中醫還是西醫 都要注意 有人嘗試打著生長激素 刺激骨頭快速長長 不過一旦有糖尿病癌症的人 千萬別事 恐怕讓血糖飆高 影響到癌細胞 還有人利用骨頭延長術 鋸斷骨頭之後架上鋼圈 骨頭就會自己增長 但是卻容易感染得鋸斷腿 甚至還有人因此死亡 算了…我還是嬌小一點好了 好恐怖喔 好可怕喔 其實在大陸 我記得在英國 我看過這樣的報導 就是有人為了長高鋸斷腿 然後還打了鋼釘 讓他的骨頭可以生長 硬撐開來的 其實我們以前的下肢 就是說我們很早年早年 一開始的所謂的下肢炎腸術 因為在台灣是台大的教授 第一例在台大做的 下肢炎腸術是針對什麼 小兒麻痺的患者 對 他在做下肢炎腸術 或是他有長短角 對 長短角 第一例是在做小兒麻痺的患者 來使用的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覺得說 好 那我既然可以打斷腿骨 我就重新把它接起來 所以我們教授它的炎腸術 是不是有可能增高 所以前幾年大陸的時候 非常在流行這樣子打斷腿骨 然後讓它躺在床上 一年半載讓它長高 但是後來因為整個傷口溃爛 感染 然後感染而死亡 那案例很多 我覺得那個 真的殘廢怎麼辦 我看還是健健康康的吧 對啊 是 像剛才VCR當中講 中藥什麼腹子 它是什麼的 然後你的藥材 對 是屬於毛梗科的 是神經毒的 基本上你想要吃 沒有在專業醫師指示下 你很容易神經毒 它一定要煮超過八小時